大家对一见钟情是这么看的 网友明明说 说我觉得在茫茫人海中 看到一见钟情的人 就应该主动搭讪 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对方 让他知道有个人在默默关注你 即使最后没有成功 那也没啥可后悔的了 毕竟已经努力了呀 最看不上那种当时不好意思说出口 然后发到网上 让网友帮你寻人的 你说现在支持你不了 让我们茫茫人海帮你找 凭啥 你还别说这网友说的挺朴实的 是吧 就是你有机会 你一定不要错过 是吧 你等后来了 你这个事后知可量了 不要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对呀 不能后知后觉了 在感情面前 还有网友老兵老刘说 我没经历过一见钟情的事发生 但我认为这种事是俩人的事 不是单方面的 一定要取得对方的同意及好感 自愿与你交往 而不是你的一厢情愿 一意故情 甚至是一些极端的行为 这说的非常的成熟理智 你喜欢人家 不是说你光喜欢人家 你就想把人怎么怎么样都行 人家也喜欢你 网友阿强0117说 说我家孩子和同学逛公园时 同学就看见有一个大个女生溜达 就对我儿子说 哎呀 这个头为你太般配了 于是我儿子跟女孩 互加了微信 现在我的小孙女都17个月了 你看看 这就是缘分 这行动力啊 是